好 直播各位觀眾朋友 帶您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總質詢今天持續登場 不過今天的第一棒是由民眾黨的立委高黃安來登場 而高黃安一上台就質詢最近很荒的五倍券 怎麼會出現了簡體中文的 甚至是大陸用語的用詞 質疑叫政府為什麼都外包給這一家叫做官茂的公司 甚至說這個衛福部的疫苗預約平台 也是由官茂公司承包的 而陳時中就在達詢的時候 蘇貞昌原本想要來幫他緩家 跳出來說說公道話 沒想到反被質疑 一起來看看這一段的稍早畫面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看別的台灣很多的 軟體系統開發的廠商 而不是全部都到官茂 我下一個問題是 這個委員我講幾句話就好 這個委員如果再回憶一下 有些事情經過以後 記憶可能模糊或混淆了 你還記得打疫苗一開始是 地方政府造冊施打 後來 後來決定採預約系統 全國預約 這個是一個進入系統 當時就有講到中央就是 唐鳳仲偉在這裡 你不要這樣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 健保卡的資料的運用等等 開發運用 我問你 院長你竟然要跟我談這個議題 我問你 地方造冊是誰中央設的機制 中央的政策吧 那如果中央政策一開始說地方造冊 結果後面要推自己的平台 那是誰的問題 還是中央的責任啊 所以 所以就是你們沒有一開始超前補 沒有規劃好 結果最後才又說我要緊急來處理 這就是你政策的錯誤 這個委員應該公道一點講事 好我公道啊 你來跟我講 疫情變化 疫情變化非常大 而且常常是瞬間 同時 疫情變化 市長蘇貞昌原本要跳出來幫陳時中緩加 沒想到就這一幫 沒想到自己近人惹火上升 公安反質疑的就是你的政策錯誤 讓蘇貞昌停頓了一下說 委員我恐怕你要公道一點講 因為疫情變化太大 但是還是遭到高公安的質疑 以上是市長的一期請先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